這些全部串在一起 那所以當然你的 假設你要做一件事情 那你就分階段 1、2、3、4 那做完之後呢 全部再串在一起 那怎麼全部串在一起 所以你等一下可以把這個刮戶 這個答案 Delete掉 再來呢 四個變一個 那四個怎麼變一個 其實很簡單嘛 你大概第一個我習慣是 先把這個複製一下 複製fine就可以了 為什麼因為fine 在超乱數 先用什麼用密的函數 所以你可以用那個密的函數 MID這個函數再好 他會問你幾個問題嘛 第一個問題這個 第二個問題就剛剛解下了 貼上嘛 加1不就好 第二個幾個 再貼上 可是是先找什麼 找後刮戶的位置 所以你貼上之後 改後刮戶 然後後刮戶怎麼樣 再減掉什麼 再貼上這個東西 就是 後刮戶的位置 減掉前刮戶的位置 再減1 OK 這樣的話呢 因為趙大鵬沒有了 所以這顯示出來沒有 按確定 那會有Value錯誤 再把它向下填滿 把它向下填滿 OK 那向下填滿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 做對了 但是 最後還要過濾掉什麼 Value錯誤 所以怎麼樣 把這個減下來 那我講過 就是 等號比較簡單 然後再插入什麼 過濾的東西 過濾的函數 就是ifl 所以你在找到那個 邏輯裡面的ifl 把剛剛的公式再貼上 然後後面再加上 雙引號 兩個 OK按確定 就過濾掉了 向下填滿 有沒有 最後我們看到的 所以其實 怎麼做 說真的 沒有人要你一次就 把它 全部做完 如果從頭到尾 這樣自己key上去 那我就佩服這種人 對不對 我自己是 不會這樣做啦 但是我有看過有人 是真的 從頭自己在那邊 全部把他打完 而且還正確 這怎麼做到的 我也搞不清楚 他腦袋裡面是 裝一個 裝一個cpu 還是什麼 不過當然 沒有人 一定要你這樣做啦 就是 你還是要有一些方法 那我的習慣是 我先做中間的 做完之後把它剪下來 再貼到 那個 外面那個部分 然後最後再剪下來 再貼到 外面再包的 反正一層一層的往外 撥洋蔥一樣 反正 自然而然你就比較 能夠 把這個事情給做完 但是如果你要一次 全部做完 那個可能太難了 那當然坊間的書籍 就像我們這 上課用 跟各位講的 這本書啦 我覺得它還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 它只會給你最後的結果 就這一串 但是它沒有把中間部分 再幫你把它拆解 那我覺得這樣子 對於 讀者啦 來了解 其實還不太容易啦 那因為我要上課 我不可能說 我照那個 來直接就 跟你們這樣講 你們可能沒辦法接受啦 所以 我就做一些補充 用我 因為 題目用它的啦 但是解法我可以用我的 我不一定說要照它的邏輯去 去做解答 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模式來 所以裡面的媒體 基本上它 當然它有它的解法 可是我自己 我可以先不看它的 答案 我可以先自己想想看 我有沒有什麼更好的方法 或者即便看它的 答案 那我也可以想想看 有沒有其他的函數 可以讓 這個解決的方法 更簡單 那當然你將來在融入你的工作 你就會發現 其實很多工作都可以 讓它變得更簡便啦 而且 因為你自己有思考過 而且用了你自己的方法 所以 那個就是你的東西了 而且你也不用去背啦 也不用去記啦 反正就是 可以跟你的那個 整個思緒是完全連結的 那你最怕就是說 一知半解 而且是用別人的東西啦 其實為什麼人 我後來發現 為什麼有的人 好像寫程式啦 或做這些事情 都會很容易感到疲勞 其實你會疲勞表示說 你是用別人的東西 但是沒有消化 還沒有變成你的 如果變成你的之後 其實你就會有 另外一種感覺 不是疲勞 而是愉快 會有成就感 因為這我的嘛 所以我也不用背了 所以這些東西 其實是因為是我的 所以我講起來 其實是順的 如果這不是我的 我講起來 我就是很 很卡 很K 那東西還沒有 跟我的 那個 思緒連結在一起 所以其實這 但如果你希望 學習能夠更愉快 更有成就感 那你可能就是 還是要把我的東西 稍微再思考一下 不是原原本本的就把它背起來 而且要思考一下 到底這東西 沒辦法變成你的東西 那這樣 以後你在做事情 你就會 很快的就把這東西 給解決掉了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第一個 就是函數部分 所以最後 我又把 這一串 給串在一起 那怎麼串 為什麼串得這麼順 基本上都有前面的鋪陳 前面的鋪陳之後 你再把它串在一起 就變簡單了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 我們要再來看 那怎麼樣再把這些 概念 讓它變得更簡單 變成VBA 那VBA兩種形式 我剛剛有demo給各位看 不過 你會發現 大概會有幾個地方 你也許會遇到瓶頸 比如說 在VBA裡面 在Excel裡面會有個Find函數 可是在VBA裡面 那我要怎麼去尋找 一樣是尋找 尋找哪一個 字 在某一個 出聲歌裡面 出現 特別至於 你可能需要 第一個就是說 在VBA裡面 它的尋找的函數 它不叫Find 它用另外一個函數的名稱 那個名稱的話 叫INSTR 也許等一下你們可能就是 要稍微能夠理解 第一個Find 要在VBA裡面 轉了另外一個函數名稱 它叫做 INSTR 就我習慣INSTR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的話 那第二個是 它裡面瓜糊一樣 要給兩個東西 不過剛好INSTR裡面的位置顛倒了 它前面是要放什麼 哪一個儲存格 後面是放什麼 要找什麼東西 兩個剛好顛倒 那其實同樣的邏輯 我們也可以第一個跑回圈 4I 等於 第2列 到第10列 去抓A欄 有沒有 A欄的東西呢 就先放在這裡 然後怎麼樣呢 去找到 前瓜糊的位置 也許我丟到一個變數 也許叫A吧 就找到前瓜糊 再找到後瓜糊的位置 是B 再判斷 如果有找到 特別注意 INSTR這個函數 它如果有找到的話 它一樣跟Fy函數一樣 會告訴你是 在 這個 文字裡面的第幾個字 但是如果沒有找到的話 Fy是出現是Value錯誤 可是INSTR是等於0 如果出現等於0的話 就是告訴你說 它在這個字串裡面 它找不到 找不到是0 所以我們在 VBA的撰寫裡面 還需要做邏輯判斷 邏輯判斷也是下一個章節會在 講到比較重要的 怎麼做如果 找不到的話 那當然我就 基本上就不輸出了 就跳過就好了 就跳過 這個敷術要怎麼寫 我想這個等一下再來看 VBA 請貴 試試看 先把這個串一串 等一下再來看 VBA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等一下